萧妍的二哥被打成重伤 大哥被打成残废 关键时刻海波东现身就场 斗魄最新第27集预告放出 萧妍收到表姐萧玉的消息后 匆匆赶往了外园 看到二哥萧丽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 萧丽告诉萧严 在萧家嵌移到墨铁拥兵团后 前两个月相安无事 有一天晚上大家正在举行欢庆活动 没想到宴会竟然变成了血宴 虽然来偷袭的人掩饰了自己的身份 但云兰宗那种独特的功法 却是掩饰不掉的 萧严听后满脸的杀意和争吟 恨不得现在就要去找云兰宗报仇 萧丽尽力安抚着萧严的情绪 并告诉萧严那天晚上不只有云兰宗的人 还有着使用铁链的黑影 本来萧严族人被全方面压制 可是忽然来了救兵 等到将敌人击退后 来人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正是兵皇海波东 墨铁拥兵团为了保护萧家族人几乎全部阵亡 而萧家族人也是死伤大半 残余的萧家族人都被海波东秘密地带到了 弥特尔家族暗中保护了起来 萧丽此次前来的座棋也是海波东给的 其中萧玉的父亲被斩断了一条手臂 萧严的大哥萧鼎被打成了残废 后期萧严三上云兰宗时会再次见到大哥 族中的长老几乎全部陨落 大长老临死前叮嘱萧丽 一定要萧严守护好族长的信物 萧严听到这句话后才明白 原来魂殿出手的目的是驼射谷地狱 家族重创的消息让萧严很是自责 虚尔安慰萧严 人不轻狂往少年 萧严哥哥并没有错 由于萧丽伤势的缘故 萧严在外院待了好几天一直在照顾萧丽 在此期间 萧丽的伤势不仅在萧严那一粒粒珍贵的丹药之下迅速地好转 而且萧严还拿出了一滴滴心脆体乳 使得萧丽的等级从斗士巅峰提升到了大斗士 萧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